前面我们为各位解说王宗岳太极拳动静分合的静和之术 我们把融合的重要讲得非常的详细 现在我们要为各位把静和这两个字中的静 做详细的解说 明代历史学家黄宗岳在《王真南墓志明》中说 有所谓内加者以进制动 犯者应手即扑 这句话就是说古代有所谓的内加权 这些内加权的人呢 他是用一种静的方法来制服动的技术 触犯他们的人呢 往往一应手就倒在地上了 那么这里面所谓的内加以进制动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有很多不懂内加武术的人 他们讲到以进制动 他们讲到以进制动 往往以为是以不动去制动 所以他就在印敌的时候 静静不动地站在那里 任人宰割 他们以为这就是内加的以进制动 其实内加的以进制动 不是以不动去制动 所谓的进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就是进和的意思 这个进字呢 就是出于太极权哲学的动静分合 其中是把阴汉阳在静的时候 会合成太极这样的静和的概念 简单称为静 所以静其实就是静和的意思 静不是呆呆不动地站在那里 称为静 所以所谓以静制动 就是以采取以静和的方法 就是用融合的方法 去制服动的 所以这也叫做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 所以古时候也称以静制动 称为以柔克刚 也称为何报制刚 所以静就是和 就是跟对方融合 这个静就是静和 它是从太极权的哲学中出来的 这个静字不是一般所谓的 安静不动 所以说 恋太极权不但要明白融合 更要明白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明白静这个字是指静和 是指静和 绝对不能把静字看成是不动 否则 你就永远练不成太极权了